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位是长公子吧 当真是心狠手辣 不过没有关系 我不在了 我有弟弟就够了 大哥 大哥 别打了 我说的不是你 回去 见过大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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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个才是我从小爱到大的弟弟 兰西 兰西她外表是千千金子 内在有爱兄长 除了身体不好之外 没有任何的缺点 是二殿下 她不该在生病这件事情上骗我 但是现在身体也没有问题 这不是更好吗 当有人跟我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 我说不 你看兰西 你呀 什么都好 我一直以为 兰西是我那体弱多病 不能自理的弟弟 需要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没有想到 她居然还背着我开始早恋了 对 前面和兰西踢球的也是她 再次破防 包子分你一个 拿着吧 我有事我先走了 别以为一个包子就能收买我 答应这门婚事啊 你说兰西这孩子 怎么这么叛逆呢 兰西跟自由恋爱的女朋友 倒是感情挺好的 但我被家里催婚的相亲对象 却是我完全不喜欢的类型 都是母后一厢情愿包办 你和七成的婚事就这么定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为了逃婚 我是什么损照都用的 跳楼躲催婚 我可能是第一个 躺在病床上我想了很多 比如 关于兰西装病这件事 我是挺身质问兰西呢 还是默默忍受她对我的欺骗 比如 黑不黑化 当然 这件事 也是很多朋友在关心的 所以我整整思考了 三天三夜 终于 得到了一个答案 黑化 肥发灰 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灰发 灰化肥灰发会发黑 开个玩笑 兰西永远是我最好的弟弟 你们怎么能怀疑我跟兰西的感情 还有 兰西啊 那根鞭子给我留着哈 送我的 就是我的了 等事情过去了 我们再一起下棋吧 是什么 灰花肥发黑 灰花肥发肥黑肥发 我怎么就说不明白了呢 不过没有关系 我不在乎 我有弟弟就够了 通常大家用手机是这样录音的 但我其实是这样的 大家好 我是英国三星陆 这位大人 我叫三星陆 这是三星陆 最低的朋友 那么爱的小朋友 感谢观看